- 下一集hum 舞星 完結 哈嘍,大家好,我是五星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米飛 哈嘍,米飛 我們又回到了米飛這個神奇的小木屋啦 -哈哈哈哈... - 結果妳房子還丟完沒有 - 很少有人,沒有沒有,還沒有 很少有人在房子裡面會放一個螢火的 - 喔不錯啊,空氣還蠻新鮮的嘛 - 減燒減吸火 我聞到海苔味 我聞到海苔味 有在吸,有在吸,要ㄎㄧㄤ了 快到要走 還有點燒焦的米飛味 我實際上走見到自己被自己燙到 對啊,我還看到你有一些戰備糧食 不是不是,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戰備糧食 這是我可愛的小玉玉 它們關在這邊好擠喔 現在我們兩個就是好母湯喔 而且是不同品種,這樣OK嗎 這樣會生出一個不同的品種 更創新的 我們家都是一個新營的代表座 那就要命名為米飛魚嗎 因為你是第一個發現的 喔對耶 哇 我可以當,我可以當發明家 對啊 然後米飛有沒有發現你的這座泥土橋有點不太一樣 等一下 等一下,我剛剛一直想說地板是泥土 結果我還在那邊想 他說對啊,你說你把它新,你把它改一下 我說嗯,改一下 然後我想說 喔你什麼時候把這個剝皮樹木給改建了這樣 他還說,欸?還幫我新增營火 我完全沒有注意到 這個橋已經沒有木頭了 我一直以為這是泥土,你知道嗎 雲色有這麼近嗎? 啊 對,我上一集看的絕對不行 所以我 幫米飛換橋了 不然他看的眼睛有點難受啊 感謝物星 而且,物星很認真的是 物星還把下面這邊做出一個大大的H的圖案 H 對喔,而且我不是只是把木頭放在沙上而已 我還有把它貫通到那個地底 對啊,有沒有看 好用心的 大哥真的有嚇到欸 必須要合理啊 不能說整個浮在水上 可是我們家是星銀的創作 所以應該要浮在水上才對 喔,泥土可以浮在水上 可是木頭的話,我覺得需要支撐一下 好 好啦,那我們這一集 對,一樣來回答米飛觀眾的問題啊 喔 對,有一個 叫做死神的 小觀眾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為什麼我又回來玩 minecraft了呢? 喔,米飛又回來玩minecraft了 對啊,其實 我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喜歡minecraft的遊戲 只是因為有時候你長期玩一個遊戲 玩久了會感到膩 然後因為這次 悟心有跟我說這次minecraft有新的改動 有新的更新 我就想說 唉唷,這麼有挑戰性 不如我來玩玩看好了 所以呢,我又回來了 I'm back YES 米飛又回來玩啦 所以說我們今天這集 有特別想要做什麼嗎 喔 這集嗎 有一個小PR 他打名字叫小PR 他說 希望可以建一個農莊 就是 PS 要把房子蓋好看一點 不要叫夏克斯再來補救 喔,所以要我們來蓋齁 對,他不要其他人來蓋 然後說不能叫夏克斯再來幫我們補救 好不 既然是蓋農莊的話 其實跟我們之前的想法有點接近 就想說把這邊礦坑入口蓋個小屋子 然後旁邊就可以蓋農田啊 養動物之類的東西啊 對不對 對啊 而且這邊有陰火 很適合在這裡唱歌 啦啦啦啦啦啦 對,然後就不小心 啊 啊 你不要直接上過火啊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這集的話呢 就先把米菲的房子丟在一旁 對 我來左手規劃一下這個農莊該怎麼蓋 不能用右手嗎 右手 你要怎麼用 我記得 麥塊是不是有個東西可以改那個 習慣用手啊 真的嗎,可以嗎 可以改嗎 我忘記是哪一個咧 有個,好像有個地方可以改 慣用手 我忘記在哪裏 等一下 巫星,不要提這個點子 我怕下次會有觀眾要求我們這樣做 先來整地好了 我覺得這邊地可能還要再鋪平一點 這邊是地嗎 欸,這個不夠大嗎 要多大啊 其實我不曉得咧 樓庄 還是我們先蓋一個房子當基準 然後再延伸出那些養洞的地方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房子你要蓋這邊嗎 這邊開始到 多大 多大的一個尺寸,然後我幫你挖 重點是我們要蓋 怎麼樣的 方塊屋呢還是 樓型屋呢還是 方塊屋啊 這是度假的感覺啊 度假就是要有你回到家的感覺 喔 方塊屋嘛 我會不會蓋一蓋就變得像我那樣子 那還是我來蓋像我那樣子 我不曉得咧 這又是要怎麼蓋啊 好複雜喔 最近我害怕 還是我蓋像我那樣子 呃 我想先把這個通道的入口給延伸到其他地方 這樣我們有比較多的施工空間 通道 你要把它拉長一點是嗎 對,因為它現在有點太中間了 哇,無心的家 哇,好高級喔 耶,我自己私底下把它蓋一蓋出來了 才不會 哇,海景耶 你這樣一看我那一棟我這樣 什麼度假 什麼那個什麼 避難小屋的感覺 裡面還著火了 對啊,這個角度可以偷窺米飛 還蠻適合 欸~~ 我要躲起來 好喔 怕 有想要怎麼拆掉可以沖我箱子拿 雖然沒有很多就是了 欸,你這邊是要幹嘛的啊 喔,還在擴建 在想說 還在擴建 對 因為蓋都太擠啦 所以要多蓋幾個 喔,用來賓來住的是嗎 對啊,或者是 我會想說這邊下面延伸就像一個 漁港類的東西嘛 可以再下去釣魚之類的 一不小心就會釣下去了 對啊,所以還沒往下蓋 然後又晚上了 哇 又晚上了 可是我要怎麼睡覺 對啊,我的家離這裡好遠喔 我們是不是把床拆著到處睡比較方便 我可以這麼覺得 趕緊來去工作 工作 哈塔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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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路該怎麼延伸啊 我可以幫你挖喔 真的嗎 對啊 我有潛潛 有點擔心喔 不用擔心了,悟心 相信我吧 相信米菲 相信 成就非凡 啊 我在想我是不是從這邊延伸出來可以直接挖穿啊 感覺可以捏 我想法是挖這邊然後往左轉 然後一直挖看能不能挖到米菲的那個 那個橋那邊 那應該很遠喔 那應該很遠喔 還可以吧 應該要挖蠻遠的 OK了 然後就把上面那個泥土的洞口給堵 堵上就行了 又要挖沙岩 岩路來卡 慘...慘...慘爆了 怎麼有苦力怕 好可怕 難怪我剛剛一直聽到有人在滑行的聲音 好可怕喔 阿有點太深了 阿有點太深了 炸了一個洞欸 好吧應該不影響啊 對啊,視情況填不起來 那應該把他運到這裡來,讓他在這裡炸 這樣我就不用挖... 我就不用挖地板 嘿呀 把這個地方挖進去 好,看起來可以 這個就當臨時的入口,看以後有沒有要改 有聽到槍事的聲音 好,玩某個遊戲的時候 常常都會說 小... 要注意後面喔 watch your ass 我心要看後面喔 你後面有一隻米飛要小心喔 原來米飛會引來苦力怕 才沒有喔 才沒有 我明明是引來苦工 然後再把他幹進殺絕 幹進殺絕 聽起來就很厲害 很米飛式的說法 有了有了... 如果延伸出來了 然後把上面填起來 怕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想法 真的超大一片的耶 應該夠你用了吧 召喚夏克斯在天之靈來幫我 蓋房子 他好可憐喔 夏克斯給我力量 都是來幫我們 請夏克斯來告訴我們 蓋有沒有過來蓋 不是他以為會... 因為那個... 夏夏集 就是打算找... 小白 因為上次投票結果 最高... 最高的是小白 小白 我想說我們可能會叫小白 幫我們蓋房子 觀眾說不能 不行 要自己蓋 不行啊 他說最喜歡我們有特殊風格 所以他... 還強烈的要求 一定要我們自己來 真的嗎? 特殊風格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 用直覺蓋啊 可以啊 按照我的直覺來蓋房子 可以啊 有什麼問題呢 那我的直覺告訴我 要先用鵝卵石打底 然後呢 欸你覺得房子要... 再錢好 還是農社再錢好啊 嗯... 就是我們人... 玩家進來一定是先從這個地方嘛 那要先看到房子 還是先看到... 先看到房子 所以房子要在比較前面的地方 因為先看到房子再進去才有一種 哦... 次外桃園的感覺 原來後面有養動物的啊 對啊 那麼... 我們要住屋嗎 因為... 我覺得... 基底用石頭感覺比較穩固啊 有沒有 好,我來幫妳 енных 太多 這邊全部都要填滿嗎 沒有沒有 我想... 就是蓋房子可以先畫一個Layout圖有沒有 先圈起來,然後之後我們再往上架墻壁這樣 可以啊可以啊 我是不是少放了一個 我們來蓋九成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對,然後觀眾就崩潰了 怎麼又是九成九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懂了嗎,把房子交給我們來蓋,就是這樣 三四五六七八九 對,然後這時候 我要蓋九成九是不是 對,然後我可以蓋兩個九成九 把它連在一起嗎 欸,還是說 Let me see see A few moments later 真愛抉擇 一二三四五六七 粉難的捏 因為重點是我沒有打草稿 有些很會蓋房子的人都會先打草稿 你會用紙畫下來嗎 真的喔,比如說那個五叉叉 真的喔,他會畫下來喔 我有看過,他有比如說他某一 某一集要蓋什麼房子,他會先用手畫一張圖 他建築系的捏 呃,人家就是認真 看你啦 是不是要再鎖進去找 有畫畫天分 他以前不是畫家嗎,畫師還是什麼 有藝術天分的啦 對啊,我就喊畫畫 所以我們睡覺的時候旁邊就會是那些野生動物走過去 是不是 唉呀,農車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啊 而且我們這邊只是 暫時休息 休息的地方 休息完了再下去挖礦 然後肚子餓再把它們拿下去烤了 對 旁邊就有螢火 可以採個雞蛋啊 什麼的 然後做個蛋糕啊 米菲的蛋糕 對啊 好像不錯餒 真的 那這樣子好了 我蓋房子 然後米菲來弄後面 農田加畜牧的地方 好啊 農田的話 要分成幾塊啊 還是說全部養在一起 農田 分開吧 不然全部養在一起會 亂掉 這邊有牛 豬 雞 羊 還有什麼 霧星 喔米菲想要養霧星 把霧星養在裡面 就會生出無限多個霧星 看來米菲想做這件事情很久了 無限繁殖霧星場 養一隻霧星就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妳有把床拆過來嗎 把什麼 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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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欸 我們把床拆過來吧 我都直接在這邊睡比較快 好好好 我去搬 我是大力士 搬床 喔那隻老鼠在叫 不是老鼠 老鼠 那隻海蛇 老鼠 海蛇 沙沙沙沙 那隻海蛇 在叫 海中的老鼠 海中的老鼠 他在這裡耶 嗨迪亞 嗨喵妞亞 有另外一隻在這兒 把他們撈起來 撈不起來吧 喔 飛好快 好可愛喔 來我們要暫時先睡在螢火旁邊好了 感覺很熱 一定要睡這麼熱的地方嗎 有螢火怪物才不敢靠近啊 喔 是這樣嗎 現實世界當中是這樣子啦 只是麥塊有沒有這個設定不小 可能沒有吧 你在那裡睡他只會把你炸掉 不要 這樣夠寬嗎 我覺得這樣很寬 insanlar 把一些零食性的建材都放在這邊 junction savoir 那就是骷弓誒 好可愛喔 喔 米菲覺得骷弓可愛 對啊 看到都要像調教一下 euch 哭公還很可愛 我以前很想買那個骷弓的抱枕,玩偶,這種 是喔,米菲喜歡這種骷髏頭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比起苦力怕跟那個殭屍 我覺得骷弓比較可愛 骷弓會有一種呆萌的感覺啊,不覺得嗎? 喔,哈哈哈哈 有意思是覺得他的表情很像嗎? 還是... 很呆啊,很可愛 那... 所以觀眾可以從東分析一下米菲的屬性嗎? 喔,這樣分析得出來? 我不曉得捏,其實有點難分析 哈哈哈哈 我是屬於比較難分析的那一類 到底是什麼屬性呢? 你覺得我像什麼屬性? 粉紅色...沒有沒有 你可以猜猜看喔,隨便猜猜看喔 猜猜看嗎? 你覺得像的,你覺得像 有的時候... 天然,有時候又有一點... 嘿嘿嘿... 嘿嘿嘿,是什麼? 嘿嘿嘿... 有一個詞叫什麼啊? 這樣嗎? 黑黑嗎? 黑黑或者是... 滿... 母湯 為什麼? 哪裡? 為什麼? 有啦,母湯是指就是... 有種老司機的感覺 對啊,為什麼? 這樣也不能被你看出來啊 蛤? 有被看... 這樣...這樣有被看出來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這樣巫星看人蠻準的啊 呵呵... 米飛其實蠻老司機的呢 呵呵呵... 大家不要看它是粉紅色的喔 其實切開來都是老司機喔 呵呵呵... 流出老司機的知意 哎呀... 原來流出來都是紅色的 我就算是... 上面寫著老司機 哎呀... 我可以看喔 這樣夠寬嗎? 欸? 你... 我可以在這邊用柵欄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想說... 就是面的這面牆 這樣子就... 他們也不會跑出去了 呃... 只是怕說如果... 懸崖上有跳下什麼東西 會被關在裡面 欸... 欸... 等一下... 對耶... 不要現在我就把柵欄... 不要... 不要黏在... 柵欄不要黏在上面 就是往外一格 往...往內一格 這樣它就不會黏著牆 好... 應該就不會掉下來 我去多做幾個柵欄 OK... 咚啦... 欸...這裡就可以做了 對... 可以把共用的建材放在那邊 我可能也要把地板換掉 好... 超多泥土的 泥土大開賣 泥土... 我真的覺得這個房子蓋起來 會跟我的小木很像 呵呵... 不用蓋到那麼精準啊 應該說... 要有建材都用一樣的啊 哦... 哦... 就是黑橡木... 橡木... 除了橡木還是橡木 除了橡木還是滿滿的橡木 嘿... 除非要加一點米費的白花木系統 哦... 柵欄門... 等一下... 柵欄門做四個嗎 羊... 雞... 豬... 牛... 嘿... 其實除了養動物也有... 需要農田的地方吧 哦...對耶... 好... 農田就... free... free style一點 米費有free style嗎 有哦... 超多的唷 是哦... 米費free style多到滿出來嗎 是啊... 小心一點哦 哎呦... 我要來蓋囉...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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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蓋囉... OK了... 都已經把任務交代出去了 也不能返回 呵呵... 反正是觀眾叫我們這樣做的嘛 沒事沒事... 對... 一切都是觀眾... 要求的 呵呵... 這裡... 好好好... 哦... 哈哈哈哈... 我怕小橡木不夠餒 我們可能要種一點橡木 哦... 很多那個... 樹苗... 可以讓你種 其實可以從旁邊挖啦 只是我不想破壞景觀 欸... 烏心烏心... 這邊可不可以挖一個洞啊 你要一個門嗎 就是我想要把這邊放一個門 好啊... 木大門 好啊... 穿堂風 這樣就可以走出來的時候就可以看了 哦... 可是... 陽宅第一胸 最忌穿堂風 到這裏面 一會兒... 旅層 我會眩你 小鬼 有五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